我們繼續去做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比較複雜一點 它就說 fx 加 4 等於後面這一堆 我們就要找它的 x 當是 fx 的時候 它會等於什麼呢 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切那個數 切那個 t 等於 x 加 4 那我們就可以寫到 x 等於 t 減 4 那我們這裡 fx 加 4 等於 1 減 5 x 這個就要抄回題目的 因為一開始我們又切了 t 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寫到 fx 等於 1 減 5 就是 t 減 4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對回的 我們切了 t 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就放回 x 減 5 x 加 4 等於 t 減 4 直至這樣放進去 然後第二個 這個是 x 來的 x 我們上一步的時候 已經找了 x 等於 t 減 4 所以我們把 x 減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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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我們再去下一步 f t 減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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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呢 就是等於 1 減 5 t 減 4 減 4 減 4 然後我們把 x 減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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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麼我們等於 1 減 4 減 4 減 4 我們先將 t 減 4 減 4 減 4 我們將全部 t 變成 x 那麼就 f 減 4 x 減 4 減 4 減 4 等於 21 減 5 減 4 所以這裡最終就出了我們的答案 就是這個 大家可能會問,這個x和上面的x是否同一個x來的呢? 大家可以看到,其實他們兩個的x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當上面的x1,這個就是x2 兩個x的直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做的時候的步驟就是這樣